好的,各位同學好,這是楊瑞忠老師 然後我們前面跟大家談了 Love Large Number 和 Central Limit Sewer Ring 然後我們這邊和大家談一個例子 Gambling Model 然後也同時借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叫做Continuous Mapping Sewer Ring OK,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假設你一開始有一個Initual Word 你一開始有多少錢,你一開始有W零這麼多錢 然後你可以考慮把錢投資在一個Risky Asset 一個有風險資產裡面,它的Payoff是R 然後這個R是一個隨機變數 然後或者你也可以把你的錢投在一個Risk Less Asset 一個沒有風險資產,它的報酬率是RF 然後你要把你的錢有的Omega部分放在Risk Key Asset 然後把E-Omega的部分放在Risk Less或者Risk Free Asset 所以我們這一期的Wealth是W零 然後它下期的報酬率是什麼 其中有Omega的部分,它的下期的報酬率會是R 另外也有這個R是一個粗的報酬率 也就是說R等於E的話就代表說你不賺不賠 所以R大比一任賺,R小再零到E件就代表你賠錢了這樣子 然後E件Omega的部分乘以RF 然後我們的W1是我們下一期的 Well,下一期的財富 好啦,這是下一期的 然後讓我們加一個假設 我們假設說每一期的R的 每一期的PayoffR是獨立的 嘿,大家可能還記得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這個東西嗎 就是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隱含的說每一期的報酬率應該要獨立 我還記得我們跟大家談過Low & Making來的研究 然後他們說雖然每一期的報酬率應該是Uncorrelated 但是他們發現並不是獨立的 不過我們這邊先假設他們是獨立的 我們把第一期的報酬率把它叫做R1 第二期我們把它叫做R2 然後我們總共考慮N期 然後假設說每一期我們同樣的把Omega的資產放在Risky Assets 同樣把E減的Omega部分的資產放在Risk Free Assets的話 第一期的Wells是R0乘上這個東西 第二期的報酬是R1乘上OmegaR2加1-OmegaRF 所以第N期的報酬率就是W0乘上 這個符號意思是Product 我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問說 請問這個鳥居是什麼 這個是相乘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OmegaR1加1-OmegaRF乘上OmegaR2加1-OmegaRF 乘上OmegaR3加1-OmegaRF一直乘到OmegaRn加1-OmegaRF 它是N項乘在一起乘上R0 其中Ri denotesRisky Payoff in Period I OK嗎? 好 我們感興趣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當然非常非常感興趣WM 我們感興趣說 我們一開始有W0元 然後到了第N期我們會有多少錢 然後為了簡單極限我們就假定W0是一塊錢好了 就我們一開始有一塊錢 或你可以想像一個單位的錢 你喜歡可以想像說你一開始有1億元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取個log 我們前面的WN是 來往回一頁 我們前面WN是W0等於1 它是這N的東西乘在一起 我們把它取個log之後 它就變成這些東西各自取log 夾起來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我們把每個東西都叫做XI of Omega 它是一個Omega的函數 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因為Ri是隨機的 它也是Omega的函數 然後Omega是我們決定的 我們把XI Omega寫成值 主要這個東西叫做XI Omega 然後我們說它的期望值 它期望值會隨著Omega改變 Mu of Omega 我們用Mu of Omega來代表它的期望值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前面跟大家談的 Log of Large Number Log WN除以N 也就是N分之一的Summation XI of Omega 如果我們的XI 如果我們的XI它是 我們前面說它是RiD的 然後 RiD已經比我們要求條件更強了 它是RiD的 然後它的期望值存在 它會幾率收斂到 Mu of Omega 所以我們會 非常非常地關心說 如果我每一期都把Omega的錢 放在Risky Asset 1-Omega的錢放在 Risk Free Asset的話 那麼到了非常非常多期之後 我會有多少錢 然後這個東西取Log之後 除以N就會收斂到Mu of Omega 所以我會非常關心Mu of Omega 是多少嗎 如果 這個Mu of Omega是正的 代表說 N分之一的Log WN 在N起之後 會很接近一個正的數字 所以我的WN呢 WN 我們還沒有談細節 不過這WN應該會很接近 這個數字 先乘以N 再去Exponential 這個數字是正的 它乘以N 如果N很大的話 這就是一個超級大數字 再去Exponential 嘿你發財了 WN就 幾率 這邊想繼續修練有點好 因為它其實是發散到正的無窮大去 好我們發達了 如果Mu 小微0咧 Mu of Omega 小微0的話 嘿 這個東西 是負的 兩邊同時乘以N 它乘以N 負的 會趨近於負的無窮大 再去Exponential 纏啦纏啦 那個 如果這個東西負的 就破產了 N集中就破產了 這個東西會幾率修練到0 OK 然後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這個東西 減掉 Mu of Omega 乘以更好N 會 分配修練到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根據 Central Messuring OK 所以大家看得出來 這個Mu Omega 超級超級重要 Mu Omega 是 Xi的期望值 Xi of Omega 的期望值 Omega 是什麼 是我決定的 所以 我就會想 很關心說 嘿 我要怎麼決定我的Omega 使得我的 Mu Omega 最大 OK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假設我的Risk-Free Assay 我的Risk-Less Assay 的報酬率源都是1 也就是 我錢不拿進去讀的話 就是不賺不賠嘛 嗯 然後 假設我的Ri 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會是θ 二分之一的機會 會是θ分之一 其中θ是一個 0到1之間的數 什麼意思 比如說 假定θ是二分之一 那我 放一塊錢進去 有可能下個回合我剩下 五毛錢 剩下一半錢 有可能下回合我變成兩塊錢 我就double 然後 假設θ是 三分之一的話 那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我下個回合 我的錢剩下本來的三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我下一個回合 錢本來的三倍 好 事實上有這麼好的事嗎 雖然聽起來感覺風險有點大 不過有這麼好的事嗎 嗯 我猜沒有 不過 不過反正是一個例子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啦 我們前面說Mu Omega很重要 所以這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想要集大化這個傢伙 然後怎麼集大化 我們圍分 我們對Omega圍分 我們對Omega圍分 這個東西的圍分就是 我們這裡要對這個期望值圍分 可是期望值是什麼 期望值就是這個東西成這樣PDF 然後做積分嘛 所以只要我們的積分跟圍分可以交換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圍 期望值裡面的東西 好 我們直接去圍期望值裡面的東西 它是什麼 它是本來LOG裡面的東西 被我們放在分母 然後分子是這個東西 對Omega圍分變成RI 減掉RF 然後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的期望值是什麼 既然RI有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是 有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是 所以它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會是 然後這個傢伙要是什麼 這個傢伙必須是 0 因為我在極大化這個傢伙嘛 因為我在極大化這個傢伙嘛 同學可能會說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驗證一下二階條件 就是 我要對這個東西再微分一次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是負的 我就可以說 嘿我真的是在極大化這個東西 對 我們應該要驗證二階條件 可是 因為我非常非常的信任各位同學的數學能力 我決定把那個部分交給各位同學自己來做 好 好 我現在 我現在暫停一下 讓大家可以按下暫停 驗證一下二階條件就是對的 好 我回來了 大家驗證好了嗎 好如果你真的去做還發現 對 你對它做二階微分它真的是負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極大值 好 要 Omega讓這個東西等於0 我們的 Optimal Omega 就是 嗯 這個傢伙 兩倍的c大減1 c大減1 c大分之1減1 然後 分之 c大減1加上 c大分之1減1 的取符號 然後真的把這個東西展開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會等於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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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0 什麼時候這個人會等於0呢 當我們的θ很接近1的時候 當θ很接近1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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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真的有這麼好的賭博在前面的話 你就拿你的2分之1的錢去讀吧 嗯 打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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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前面 嗯 除了跟大家 這除了是一個 loveflash number的應用之外 我們前面跟大家其實偷偷用了一個定理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定理很重要 叫做 Continuous Mapping Searing 有的人會把它剪寫成 CMT 不過這個剪寫 大家比較不常用 就是我們前面大家已經看過嘛 loveflash numbers 大家會剪寫成 LLN Central Limit Searing 大家會剪寫成CLT Continuous Mapping Searing 有人會把它剪寫成 CMT 而不是真的太常用 大家通常用loveflash 寫Continuous Mapping Searing 有的人會把它用 人的名字來稱呼 大家會把它叫做 Main Word Searing 它說的事情是什麼 它說的是 如果我們的g 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那麼 xn 分配修煉到x g of xn 就會分配修煉到g of x xn xn 幾率修煉到alpha g of xn 就會幾率修煉到g of alpha 我們哪裡用到它了 我們前面說了 m分之一的sum xi 會幾率修煉到mu 然後m分之一的sum xi 其實就是m分之一log wn 我們說 因為 這個東西幾率修煉到 他 我們把這個東西 乘以m倍 再去exponential 就會修煉到 這個傢伙 乘以m倍 再去exponential 為什麼 因為 Continuous Mapping Searing 因為乘以m倍 再去exponential 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 如果這個傢伙 幾率修煉到mu 這個傢伙 乘以m去exponential 就會幾率修煉到 這個傢伙 乘以m去exponential 裡面的證明感興趣的話 他唯一用到只有 Continuous Function的定義 然後其他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直覺 然後Linton的教科書 有這個東西的證明 它很直覺 所以我們就不去證明它了 OK 這是Continuous Mapping Searing 在接下來課程中 我們也會反复的使用它